有一段时间,各大影音平台被照片生成的视频刷屏 无论是各种炫目的动态化风景视频 还是将黑白老照片中的人物制作成活脱脱的人物视频 以前制作这些视频可能需要PSE这些专业软件 但是,随着Air人工智能的发展 普通人也能在几分钟之内制作出这些有趣的视频 基本上来说,照片转视频的应用都是通过使用路径功能实现照片动态 然后通过动态涂层,动画素材,相机特效来实现照片视频化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国内这方面的应用比较少 我只找到一款叫做FloFoto的应用 操作还算简单,但是导出文件需要付费 所以在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 国外这方面的应用就比较多了 我们直接来看目前下载排行第一名的Pose Loop这款应用 打开应用之后,我们直接会看到一个操作教程 教程对各个工具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基本都是些傻瓜式的操作 这里以这张图片为例 首先,我们想让瀑布动起来 我们就点击动画,选择路径 在瀑布上画上几笔 这样,整个瀑布就动了起来 但同时整个画面也都在动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锚点工具 将动画的应用控制在瀑布的范围内 但是由于人物也在锚点圈定的范围内 人物产生了拉伸 因此我们这里使用锁定工具将人物锁定起来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速度选项控制水流速度 这里的几何选项 还能产生特殊的变形效果 如果你想要删除某些效果的话 选择移除就能去除特定效果了 接着,我们还能对图片进行幻天处理 你可以调整天际线 不透明度 风速这些参数 添加一些特殊动画素材 让画面变得更有趣一些 副层功能 可以增加不同图层效果 例如下雨 云雾 光影等等 最后再增加一些特殊音效 相机特效 对画面进行略微的调整 一个由照片转换成的酷炫视频 就制作完成了 导处格式 你可以选择MP4或者GIF 可以根据不同的视频平台要求 定义视频比例 时间长度 视频分辨率 我们来到这个叫做Maharity的网站 这个网站本质上是一个制作家庭树的网站 但是它同时内置了强大的人物照片动态化功能 可以对黑白老照片进行颜色修复 照片优化 人物动态化处理 这里我们选择一张清朝老照片 先对照片进行颜色修复 完成后 下载照片 然后对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 所有的过程 都有网站后台强大的人工智能进行处理 完成后 直接下载MP4文件即可 好了 以上就是老张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两种照片视频化方法了 如果你觉得 今天的视频 对你的生活带来些许乐趣的话 请点赞 留言 订阅 这将是对本频道最大的帮助